画面上是刚上任的立法委员林佩祥会同当地的宋伟丽议员跟郭美秀议员及先动里里长 与港务公司及航港局等单位进行现场会刊 主要是港务公司及航港局希望能够活化先动员旁边这一块停车场用地 但引起当地居民担心会影响到原有的停车权益 立委林佩祥相当关心亲自到场会刊协调 对吧 现在停车场上门开去变变酒 插到大家都没睡觉 我们都没有爱啊 当然没有什么事 没有爱一年叫你们保分 跳我们百几万一块钱 我们停车停车而已 你就说有政府的政绩 现在没有回馈地方的 不管是公民营的 希望用回馈的心理 蹲金目铃 用蹲金目铃 因为老说他们平常在作业的时候都伤及到这边无辜的百姓的安宁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去设计项目的 不一定说一定是回馈 你用蹲青目铃 因为平常打扰各位 那我现在释放我的土地 给予大家方便 比如说停车啊 或者是做一些休闲运动的 那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我们的停车位 我们的腹地 平地真的很少 那有平地的地方大部分不是港务局 就是机关用地 那先动里这边合力上也在反应 这长久以来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停车场免费 也等于说长期港务局跟民众的一个互动 也等于说是蹲青的一个行为 那不知道最近港务局就一直把他们的地 一直在征收回去 那民众带来很多困扰 刹那间真的大家车子不知道往哪边停 所以说我觉得港务局应该 应该跟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应该是 关系是应该要良好 良好才对 从111年那个审计部开始检讨之后 然后针对这个案子那 旅民就很担心他们无法再使用这边的停车空间 所以佩翔特地在今天尽快来办理 来会合我们的我们的国美秀易做宋伟立前议长 还有我们的航港局港务公司 跟我们的区公所一起办理会堪 那会堪的结论就是让港务公司在西云 敦青木林的前提之下 还合法的然后去做这方面的使用 一方面满足居民的需求 让居民能够更好 能够持续使用这边的停车空间 另一方面也让港务公司活化这边的土地 让这边土地更有价值 招标出去之前是无常使用 但招标出去之后 港务公司也释出相当大的善意 是愿意让这个 与敦青木林的前提之下 尽量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尽量减少花费 让在地的民众已经习惯在这边停车的民众 一方面可以继续在这边使用停车空间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在这边有港务公司 跟未来招商成功的厂商 来享有来去做这个各方面公司上面的铺设 像说把地铺平 让整个车道更安全之类的 我想这是一个目前看起来双赢的方向 针对这一点来讲 非常认为说 不管你土地要怎么活化 不管未来要做什么样的使用 敦青木林让当地的民众不反对 而且可以享受到现有的资源 这目前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那未来尤其在基隆市 基隆市的土地是非常稀少的 所以每一个土地的利用都要非常的谨慎 那未来不管是港务公司 还是其他单位 包括国防部 包括林务局 包括国有财产局 佩祥都会逐一去拜访 而且逐一去协调有关基隆市 各方面的问题 务必让我们基隆市市民保有最大的权益 由于当地居民长期承受港区作业的噪音和污染 立委林佩祥表示 感谢港务公司能秉持敦青木林的前提 在活化土地招标前 持续免费提供给李明停车使用 招标后也将提供优惠方案 以确保李明的最大利益 他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论 未来也将持续监督进度 为中山区的居民争取最大的福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中山区村 meter 木区村 授 本山区村